接下來呢,我們在上課過程中 讓小朋友在等待中,我們要等待10分鐘 那怎麼辦呢? 好,那些都是屬於Youtube影片喔 來跟老師報告一下 首先呢,請老師先開個新分頁去 Youtube 就點到Youtube來 那先打一個重點吧,倒數10分鐘 倒數30分好了啦 你自己決定喔,老師 我的會議室我決定叫小朋友倒數10分鐘 我才不用那麼忙 10分鐘前才能進會議室 那跟老師報告一下喔 你從Google日曆開會議室的時候 一定要等老師進去,學生才能進去 所以我之前在1點進來的時候 我發現有幾十個老師在等 我一進會議室,那幾十個老師自動就進會議室了 來,那這邊就有倒數計時了,各位看到嗎? 那可以選樣式啊,10分鐘的定時器 那這邊有顏色的,這邊還有背景圖的 我來,我點這個有色彩的好了 點起來 好,那把它拉到底就不就這個嗎? 從頭撥嘛,把這個網址做什麼呢? 看得懂?Ctrl-C是複製 回到我們這裡來喔,那怎麼加進來? 來,老師看一下 加進來是使用這個工具 這個 有看到媒體嗎?這一顆 我們剛剛在個人化的地方把它改成中文 看起來就舒服多了 沒有改其實也還好啦 媒體的地方 當你展開媒體的時候 這裡有四個選項 一,給圖片 二,給影片 三,這是給網站 四,是把網路攝影機加進來 如果你想,欸,秀什麼 老師我有本書要給學生看耶 那Webcam可以當食物投影機啊 哦,這個就可以來加 那現在我們要做的是 YouTube,點起來 把網址Ctrl-V貼上 就說再點這個 就進來了 進來第一個動作 你要習慣,它調位置是這一顆 調位置看,看一下,來,我說明一下 這個是XX關閉 那這個是調位置,這是調大小 那這是改設定 比如說這個影片我不要了 就從這裡來 那播放這一顆,來 所以通常我們先進來先調位置 先調一下大小在這裡 那可能調了合適的大小 再移動一下 那如果要播放呢 當然就點這裡播 那旁邊點一下 這樣倒數計時,它就在做了 所以呢 之前你們前三十分看到衝小老師就是這樣做 來,我再做一次哦 先這個暫停一下 這是一個很單純的背景圖 我們怎麼把影片篩進來呢 使用這個工具,看一下媒體 那你要篩什麼呢 你要先去YouTube啊 來,我再加一個哦 這時候我希望想聽一個什麼 去YouTube 剛剛倒數那邊老師會了對不對 這時候我先把一個加起來 那這個我想你剛剛聽的是西洋老哥 好 西洋老哥精選 我剛剛放的是這個啦 我再放一次好了 先小聽一下 這個廣告不用擔心哦 這個廣告把它佈置過來 好來,這邊我們先暫停 我直接佈置這個哦 網址就是囉 再回到這裡再看一次 我這邊想放西洋老哥對不對 使用哪一個 1,媒體 2,YouTube 3,Ctrl V貼上 點這一顆 是不是進來了 那接下來你可能要調大小啊 調大小在這裡 調位置在這裡 通常左上角線對齊了 我覺得好歹你對準幾點 然後類似像這樣 那如果要播放呢 就點這裡哦 那旁邊點一下 才不會有那個控制框 你不要忘記把它旁邊點一下 好,點完以後呢 那這個你收起來吧 這就是你看到的 讓各位等待的畫面 來,那我順便插播一下 我現在在做錄影哦 那這個西洋老哥這些有版權呢 那丟到YouTube會怎樣 昨天哲君老師問我問題 我現在回答他 我想告訴你 當你錄製的影片 如果有版權音樂 你上傳到YouTube會怎樣 他會自動幫你加廣告 那加完廣告呢 就會有廣告收益啊 就會給那些唱片公司 他會偵測哦 你用了幾首歌 這些歌是哪家唱片公司 他們現在聲聞比對非常非常強 所以我想跟各位報告一下 YouTube跟大部分的唱片業者 我講的是大部分都彈好了 所以我們學校以前的學生 學生表演他會用韓文的什麼跳舞歌曲 其實想告訴你 通通都可以 只不過你傳上去 YouTube自動幫你加廣告 加完廣告沒有關係 要有什麼關係 可是因為好聽啊 OK嗎 所以各位不用擔心 那如果老師大部分都彈好 有沒有先沒談好的 當然有 如果沒有談好的話呢 你這個影片上去是不能播的 他立刻就封鎖了 所以各位不用擔心 我做完這個影片 萬一傳上去 如果被告 傳到YouTube不會被告 傳到FB就可能 不過傳到FB 我想告訴你 有版權他就把你封鎖掉了 FB臉書沒有跟任何家唱片公司談好 所以如果你的影片要在FB分享 你自己要想清楚 一定要找到沒有版權音樂的 有很多網路上沒有版權音樂是可以用的 各位老師有概念嗎 我又跟你扯了很多 那操作的影片我們再整理一下 有時候想說老師又忘記了 來 我們要加進去的時候在哪裡 第一個記得吧 點這裡喔 幫你要操作喔 點這一顆 然後去找到你的YouTube 把音樂跟倒數計時放上來 來 換你操作了